这个鲫鱼汤怎么熬白 看看我的小妙招 把这个用刀给它刮一下 因为这个鱼身上它会有一层黑的黏膜 出来这容易黑汤开几个刀 大口呢可以让它密一点 把这个鱼肉里边的鲜挥发出来 现在买着萝卜呀还没有经过酵藏 会有一个萝卜的异味 今天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 怎么把这个萝卜的异味去掉 白水加冰糖就OK了 你要让它味去得重一点呢 那您就稍微多放点 咱是冰糖一化 这就可以对你了 咱不能让这个萝卜的这个味道 把汤的鲜味夺了 这是我们吃门里边经常用的 开锅就行 凉水泡着它就行了 咱们下一步炼油 前提您可以少加一点水 它容易控制火候 千万不要炸过了 油一出来就行了 来一点盐 吃点香丝 跟鱼继续煎 翻一个个 大火开水冲鱼汤 上面 您甭管用什么油煎 用热水冲汤就白了 它淡白水能量不太高 您上盖上闷上五分钟 那汤基本上就特别白 咱这一条鱼呢大概六七两 然后您放水呢二斤左右就行了 浓度呢您自己掌握 现在这个呢就几乎跟牛奶呢 差不太多了 这个汤白了 是吧 但是它得鲜呀 鲜走哪来呀 就从这颗鸡蛋过来 这个是我师傅二斑 也经常用的一种调汤的手法 这个煎蛋呢不但能增加鱼汤的鲜 羊肉汤也可以 咱们在放那个萝卜之前 把这味调一下啊 就是盐 三十勺再六克萝卜丝 胡椒粉呢您撒匀了 要不然它切块 胡椒粉呢就是起到一个调味的作用 大火吹开就行了 咱们这就可以出锅了 你喜欢姜味浓的 您就多来点 你喜欢姜味淡的 您就少来点 香菜 葱花 这个鲜呢 它不是用调味品调出来的这种鲜 纯实材的鲜 这种鲜 The 公司的鲜 感谢观看